是中途受伤 可能说心态上我们比较没办法像他们那么开放 基本上它是会能够尽量要约 希望我们能够出来 在我们这里真的像一个姐姐 她很会照顾这些人 距离感都很近 就是大家都是好像是一家人这样子 妈妈咧 那个妈妈咧 妈妈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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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那喜欢看我们那天 好感情 2 3 恰恰1 黄碧雪和丈夫都有小儿麻痹 女儿是罕见疾病患者 没有语言能力 重度智能障碍 谢谢 感谢感谢感谢 好感谢 就是刚好感 没恰恰 因为我觉得毕雪 对她的孩子这样子 那种爱 真的是 没办法讲 好朋友常聚会 同为伤障者 在彼此身上 找到温暖的力量 照顾病人 结果病都还没有到ника 然后心力交瘁 在关心叫我出来 让我喘息一下 一群伸仗者组成灰姑娘轮舞级 依靠特制名义 像童话中的公主王子翩翩起舞 我刚说你们刚才在跳这个时候 我看你们是跳起来 团长雷贵娜也经历过生活的挫败 八年前催生社团是意料之外 他是说来跳舞 那我说我就觉得好像在给他亏 你知道吗 笑死人这样怎么跳 那时候我们就记得 我们有看到那个云林的那个在跳舞 他们跳到让我们看到要流鼻血你知道吗 我们就说原来轮衣舞可以这么好看 你们本来是两个有渣吗 本来是一起搭的后来 每当心血加入 雷贵娜总是费尽心思 必须要用很多的元素 很多的故事 去跟他们讲说 我们也遇到什么状况 后来我们可以这样跳 是为了什么 要快乐 如果他没有把我们扣掉 其实就分散了 我在旁边看着每一个朋友 真的是你就是觉得那种内心会有一种 就是一种感动 不光当作运动休闲 成员们也多次到校园表演 分享生命故事 舞蹈对他们来说 不跳不会怎样 跳了很不一样 都在这个兴趣当中 去展现那种快乐 然后那种自信 ilot dalam无法 我来闭 魑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